她是我的邻居 玛拉美的星期二 我相信现在很多人可能都经历着伤痛 希望每一个伤痛的声音都可以好好地说出来 好好被听见 然后谢谢你们勇敢的声音 因为你们都是最棒的创作者 因为你们正在创作着 为我们创作者更好更美好的世界 我会努力在继续歌颂 谢谢你们 这个拿下了年度专辑 心情如何呢 很饿 每年都都很饿 我其实还真的是没什么心情 因为我觉得我这几年渐渐 就是心情已经走向一种出家化的心态 那我今天很感动的是看到安普 穿礼服 她很少愿意让自己这么漂亮 我很感动 你们两个今天真的就是一胚啊 然后右手边 好 两位好 两位好 来 我们再来一轮 我以为就是这一次也是自在参加 是 因为已经五次都这样了 因为我真的不知道 我进去讲 他那么重呢 很重呢 我第一次真正的拿到进去讲了 啊 十六年了 然后呢拿到典礼 可以问我今天叫什么 啊 各位 哪里大家不知道什么 我知道你们辛苦了 你有想到自己会拿下这个最佳华语男歌手吗 我在典礼前当然会幻想一下 然后没有想到真的会发生 我觉得我自己也在面对一个蛮大的心魔 就是我觉得我这几年 创作跟歌手 自然我身份有点 在拉扯吗 对 那 可以入围 歌手的奖项已经觉得很开心了 然后没想到又得了 歌手的奖项 所以就觉得 啊 我现在也很骄傲的说我是一个创作歌手 演唱类最佳华语专辑奖 得奖的是 Pro 完美的曲序安排 说故事的手法高明 透过音乐的起程转和 反映社会现象 据话题性且气化完整 是一张共感性既强 又能雅俗共赏的作品 总需我浪费大家一段时间 我这段想要献给所有我们这一辈 所谓终生代的饶舌歌手 台湾嘻哈 先不管是否更成熟了 重点是我们存活了 我们存活了 Thank God 我们存活了 今年也入围了非常多的项 有没有最想拿到哪一个没拿到呢 嗯 那就是没拿过的咯 下次再来拿看咯 那个花育男歌手 对啊 嗯 嗯 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